台湾的加权股价指数在相隔25年之后呢 是再次超越了香港的恒生指数 台股与港股出现了历史性的黄金交叉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强调 台港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主权 台湾不能再走回依赖中国的老路 那么总统蔡英文则是呼吁民众投票的时候 要看看香港 想想台湾 甚至还有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喊出了 票投国民党 台湾变香港的口号 那么另一方面呢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则是用数据来反驳 他说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只有1.42% 创下14年来的新低 民进党执政八年来台湾的经济没有改善 但是也有台湾的金融从业人员比较 过去这十年来两岸三地的经济发展 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台股超车港股除了证明一带一路不行 一国两制不灵 以及中共不可信之外呢 也说明了台湾亲美绝对比亲中有力 那么究竟哪一边的说法更有道理 我们又要如何从台股的表现超越了港股 来看台港两地不同的命运呢 十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位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 李友谭教授 李教授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一位是美国的资深媒体人魏毕周先生 魏毕周先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 大家听众好 李教授好 好的 非常欢迎 二位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通过美国之音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者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 好的 下半场 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李友谭教授 您怎么看现在港股和这个台股 出现了这个历史性的黄金交叉 台股超越了这个港股 蔡英文总统是呼吁民众在投票的时候 要看看香港 想想台湾 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民进党的候选人 甚至喊出了这个票投国民党 台湾就会变香港这样的口号 那么但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呢 只是侯友谊用一些具体的这个贫富差距啊 还有现在这个台湾的这个薪资负成长 一些经济的其他的指标来作为反驳 他是说人民的台湾人民的生活 其实在过去这八年来并没有真正的改善 那么民进党只是比照上一届的总统大选 大家应该还记得又打出这个香港牌 来为自己助选 你怎么看现在这样最新的发展呢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6天前台湾股市超越香港黄金交叉 那么今天的指数我特别注意一下 台湾是17421.48点 香港是16646.05点 所以几天下来台湾的股市 已经超越香港700-800点 这种黄金交叉不是随便讲的 而是的确是已经香港应该是很难 再超越台湾了 而且台湾还有火会在向上 那么这种台湾的股市 反映的是一个整个经济的一个龙景 那么这个股市不只是指数 而且那个台湾的股市的市值 从马英九卸论的时候到现在 现在已经50几兆了 所以股市不管是指数 从马英九卸论2016年的时候是8000点 台湾最高成呈到18000多点 现在有17000多点是两倍 那么市值也都两倍的成长 所以民进党执政这几人 其实是刮目相看 至于说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到说 台湾的经典经济量不高 台湾就有人指示说你要100分的人扣1分 你说他现在表现很差 那要50几分的人表现60几分的时候 他表现最好 因为台湾前几年表现太好 所以今年虽然只有成长一点多% 但是股市现在还是在涨 因为台湾在疫情期间表现最好 我特别强调经济学人连续两年将台湾 评比为2000万人口以上国家 民主指数第一名 非白准世界台湾第一名 因为去年是评比台湾全球第8 今年是评比台湾第10 他那个分数没有降低 其中有一项就是政府功能运作的表现 台湾连续两年被评为与NOE第一名 而这样一个指标在马英九执政的晚期 或者民党刚执政的初期 台湾还30名 还不是没有被列入全面的民主 那时候被列入有瑕疵的民主 所以从这种经济学人的评估 因为经济学人虽然用民主主书来评估 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对经济的表现 他也是全球佼佼者 所以全球对台湾的这种评价 事实上是非常高 当然经济不可能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都要从比较的角度 不是看单元指标来看这个问题 台湾是可以更好 但是相对来讲 台湾现在事实上比8年前 比7、8年前的确是表现太好了 好的 也想请教魏碧舟先生 现在这个台股超越了这个港股 变成了台湾总统大选 大家这个双方交锋的一个话题了 除了这个蓝绿各自说法不同之外 赖清德说 香港跟台湾最大的差别在于主权 那么国民党方面则说 这是不是又跟四年前一样 打香港牌来为自己助选了呢 除了这种蓝绿之间政治交锋之外 我想请您分析一下这个专业人士的看法 因为台湾的这个财信传媒董事长 谢金河和中国社科院 台湾研究院的研究员王建国 对此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 台湾的谢董事长是说 这个除了主权是最大的差异之外呢 台湾可以选总统 香港只能选特首 台湾这个现在很多人虽然唱衰 但是其实从这个2016政党轮替以来呢 看股市的表现是整体产业和经济体质的一个脱胎换股 这是谢金河董事长的说法 那另一方面在对岸呢 社科院的这个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民 他就说股市的涨跌 其实和经济的增减并非完全一致的 近年来台股他观察是 完全是贴着美股的增长在走的 但是他认为说外贸对台湾很重要 现在对岸中国大陆仍然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和进口的市场 现在民进党政府抵制两岸交流和经贸的广来 又抗议这个两岸的服贸协定呢 特别是不开放理由 其实对台湾的经济未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这看起来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说法 不晓得魏毕周先生您怎么看呢 对这当然是有各有各的角度不同的看法 不过我想从最后王建民先生所说的话来讲 如果台湾现在还跟着大陆经济的话 那台湾真的是早没早透顶 这是一个摆明的事实 因为大陆现在整个各省各市各县的老百姓的生活 都是非常痛苦 你拿这个小歌颂万卖的这个接单的次数跟接单内容 你本来可以吃30块钱的饭 现在只能吃15块钱 10块钱的饭 你就知道整个经济的情况是很糟糕 不但糟糕而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如果台湾跟大陆现在还紧密扣在一起的话 台湾也很糟糕的 那我们必须认知到就是说台湾现在这个股市 这个所谓产生黄金招叉 当然黄金民说的没有错 两边的这个股市的结构各方面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必须证明到 可是整体趋势是很清楚的 你港股从今年的2万多 现在跌到像1万7、1万6 那你是说为什么呢 有没有什么好的解释呢 没有人出来 就是香港方面没有什么好的解释 那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香港你自己不能够当家做主 你不能够manage manage的意思是说你来治理 各方的考虑因此你都考虑进去 你来助理 来你来治理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你没有主权 你没有你事实上面后面还有人的话 你像我不会好的 这是第一点 那最近他这个 我看到这个香港的这个财政市长到处跑 陈什么陈茂坡吧 到处跑就跟他讲说 来香港投资来香港投资 可是大家看到了什么东西 看到的背后 香港背后是谁 就是中共 那么现在以中共这个角度 他这个做法来讲 我们先不要给大家这个细节做了什么 我们看结果外资跑掉 内需不够 然后银行亏空一塌不足 然后地方债这么高 这个消费不行等等 你把这个事情结合在一起 你就想说这个 这个外国投资为什么要过去 你的政策都不到位 你政策到位的全部都是要吓人的 包括以香港来讲的话 最近这个香港 要求每一个国家 驻香港领事 要把他这里头的这个限定 在里头所顾的这个人员的信息 全部要交出来 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要帮助 这个外国到中国去做生意 到香港做生意的 还是要阻止他们 所以他自己本人的背后政策 就一塌糊涂 台湾这方面 我觉得不能够百分之百 是说台湾就非常非常了不起 但这个有些隐忧在里头 因为我们现在看得出来说 台湾现在这一次 这个股市这么好 这么心心向荣 主要是科技股 跟台积电 还有联合发这些东西 都很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最近差不多一年来 包括辉达这些东西 看得出来台湾科技业的这个地方 特别是高科技业来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兴起的情况 那在这点情况来看 我们知道 是很好 是非常没有错 但是这个比重会不会太高 我这样讲 不是说不要发展科技业 或者不要鼓励这个科技业 是说台湾作为一个 一个经济上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powerhouse 那么主持人 这个治国者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台湾整个经济产业的结构 该发展这个方向 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 这里头存在的问题 包括这个侯友谊说的 贫富差距是不是会太大 都必须考虑进去 但是不管怎么说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台股现在出现 跟这个港股的黄金交叉 说明了一件事情 是什么 台湾人民对自己的国家 对自己的政府有信心 香港完全没有信心 这包括所有国外的 所有投资机构 所有的跨国公司 都是这样的看法 好的 感谢卫碧洲先生的分析 李友谭教授 刚才我们谈到现在台湾 这个股市的表现 反而是跟这个美国的股市 美国的经济比较一致 反而好像根据这个对岸 甚至连对岸的这个经济研究 学者都有说跟两岸关系 或是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紧张 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关联了 那刚才卫碧洲先生也提到说 如果这个台湾 这过去这几年来 是跟着这个中国大陆来走的话 可能就惨了 这也符合这样的一个说法 符合了最近这个日本的资深媒体人 石板明夫 他有一个总结性的说法 他观察台股超越这个广 股的这个黄金交叉呢 说明个问题是什么呢 那就是今天全世界的投资家 都看好台湾 而看摔香港 或者可以说 台湾只要跟着美国走 就会裁员滚滚 如果跟着中国走的话 在经济上 则会死路一条 你怎么看石板明夫的总结性的说法呢 李友谭教授 如果 没错 如果2014年台湾钱胡茂的话 台湾被绑进中国的话 现在台湾很惨 所以 不只是主权 还有自由 香港回归以后 中国还大量 因为中国在发展经济 而且并没有给香港很大的干涉 可是这几年 经济自由的指标 加拿大 菲莎研究所经济自由指标 香港被评比降下来 不再是全世界第一 他的两个指标倒退 一个是法律制度跟产权 还有监管都被倒扣了 0.2跟0.25 所以香港的经济不好 不只是主权 而且这主权根本就干涉到自由嘛 我研究的是政治思想出身的 没有自由就没有创新 今天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引领世界变迁 这也是因为有自由才能够有想象力 才会有专利 还有会创新发展 包括你看疫情中国在那边发生的 但是人家疫苗就是先进国家比较有效 这就是一个科技水准 台湾跟着美国走这一部分 我认为反而是好事情 因为我前几年常去欧洲开会的时候 北欧的朋友我问他们说 北欧这几个小国家发展为什么那么快 他跟我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那些丹麦、瑞典、诺威这些国家 他们留在美国的这些人 他们就拿在美国学到高科技 带回他自己的本国 发展他们国家需要产业 也就是我猛然惊醒 原来经济还是要跟着大燕、中燕起飞 台湾的经济就是跟着美国这次大燕 跟日本这次中燕起飞 现在日本也会有好30年 台湾我相信也会有好30年 当然唯一的隐忧危机还是中共 武力翻台的问题 如果好好处理两岸关系 那么和平 那么台湾前景应该是很好 这个时候我感到也是很tricky 很好玩 2020香港反送中是政治方面 帮助台湾人民 跳险 2019年2020的就职 然后应该是2019是2020的总统 就职的总统 然后香港2019出现反送中 然后他反送中反而帮助台湾人民 鎖住台湾主权 今年香港的经济掉下来 又再次示范给台湾 你台湾是不是要变成香港 所以这个时候 蓝颖或者白颖都有人提到要 重新签署胡帽协议 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而且我这个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一个问题 胡帽协议 如果我连台湾的高中教育书都不能进去中国大陆 那两岸胡帽协议有什么好签的 他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 不自由的地区 根本不可能让你台湾的出版品 随便在那边卖 随便能流行 如果能够进去到这一点 或许还可行 他更不给你这个公平的空间 有什么好心的 好的 感谢李友谭教授的分析 魏比罗教授 刚才李教授也特别提到这次大选当中 有在野阵营提出要重启服貌这样的建议 究竟未来台湾的路线 跟着美国跟着中共怎么选择呢 有一些台湾的金融从业人员帮我们回顾 而且比较过去这十年来把这时间拉长来看 两岸三地的经济和政治发展 包括了习近平的一带一路 十年了 还有一国两制 我们看到现在在香港的失败 还有刚才李教授提到2019的反送中运动 以及2020的国安法的实施 可以说这一切是彻底砸烂了 这个香港东方蜘蛛 那金融从业人员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台股现在超车港股 是证明了一带一路不行 一国两制不灵 还有中共不可信之外 也说明台湾亲美 绝对比亲中更有利 你怎么看这些台湾金融从业人员的说法呢 对 当然可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 这个一荣一枯 我补充一点 刚刚那个李教授有提到过 就是近那个港股的问题 今天好像还是1万6 台股是1万7等等 这里头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意思 就是昨天基本上有这个 中国的这个怎么讲 我们叫什么户国基金吧 类似像这样子的这个大力的这个资金有移住进去 进去这个香港股市 结果没有效 没有效 你就回到2014年这个中国股灾的情况下 这个中国国家队进去护了好多 好多钱都不见了 把那个钱都 就砸到股市里头 但钱是没有用的 还是继续到现在 还是三千左右 三千都不到 所以这里头是中共自己本身结构的问题 是很可怕的 国营企业 还有贪腐 还有这些这个论 现在这种官员论 这里头是一个大的问题 如果你不解决的话 大家信心真的是不高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想国家安全还是非常重要 国家安全大于经济安全 这在前天这个 这个商务部长已经提了 这个想象很明白的 就是在这个 特别在晶片方面来讲 国家安全大于经济利益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台湾未来 未来再往前走的看的时候 国家安全非常 还是当然非常重要 但是在这个整个投资 这个投资 还有经济发展的策划方面的话 就应该更大胆 就应该有更多的这种创意出来 创意是什么 就是自由 创意就是这个 整个生活正常的安定 所以你给台湾老百姓 足够的自由 应有的自由 还有足够的资讯 应有的资讯 正当的资讯 台湾老百姓自己会摸出一条 在能够维持国家安全 同时经济发展 向外这个对外贸易 出来这个增加的 这样子的条路出来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担心 重点是要制造一个 让老百姓能够安静 能够安全 能够自由思考 然后做投资 包括个人投资 家庭投资 国家投资的这样子 一个大的政治环境 好的 感谢卫比舟先生 李友谭教授 刚才卫先生 从这个台湾的股市表现 也谈到台湾的这个国家安全 也是我们现在观察重点 如果从安全的角度来看的话 台湾总统蔡英文 是这样子解读 他说这个台股超越港股 也说明了世界的投资者 都看好台湾 也表示外资对台湾感到很安心 这也代表了台海 这应该是很安全的 他并说现在在野阵营说 2024是战争和和平的选择呢 有点是在为言耸听 那么我们知道台湾 除了股市表现之外 在供应链方面呢 要怎么样强化 所谓这个系盾 保障台湾的安全 用经济安全来确认这个台海可以和平 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李教授 自由才有创意 刚才魏教授 魏先生跟我看完都一样 就是有自由才能够创新 才能够发展 才有创意才有 很多很多经济上的果实 但是没有安全就没有自由 所以安全的确非常重要 那台湾维护安全的部分 就是让全球一起来护卫台湾 让台湾变成全世界的台湾 然后我们要很明确的跟中国人说 我非常赞成中共非中国 台湾不只要恢复台湾的民主的果实 现正民主的制度跟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也要恢复台湾的发展这个路线 台湾在引领中国变迁 我们希望中国哪一天有机会变迁的时候 全球组建自由民主联盟 来帮助中国发展 台湾一定可以发挥我们力量 来帮助中国 反正说我们要大力 对中国人对全世界讲说 台湾的发展不能杀鸡取卵 不能撮毁掉台湾这个科技岛 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社会 因为台湾正在引领整个中国变迁 在帮中国找寻未来发展方向 所以中共非中国 那么台湾要用全球来保卫台湾的安全 也就是细顿不是只有在台湾 而是全球共同来认定 台湾不只有地眼因素 还有自由民主 还有细顿 甚至现在还可能在发展 生物科技 也就是生化方面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 那个富国神山 台湾的发展 是全球看得到的瞩目的新星 我也喜欢强调 全球的文明变迁都是海岛引领大陆 有亚典才有希腊 有希腊才有罗马 有英国才有美国 我相信台湾会引领中国变迁 因为台湾是海岛 会引领整个中国大陆的变迁 只要我们好好呵护台湾 这是我不断的护育的 好的 再请这个外币周先生 跟我们谈谈香港好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刚刚提到的反送中 还有这个国安法之后 香港最近这几年 可以说是负面消息不断 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甚至我们最近的一个 最新的新闻 我也补充一下 香港的有民主女神 之称的这个周婷 她虽然已经出狱了 但是她现在是宣布 离开香港去到加拿大念书 还说她可能一辈子 都不会再回香港了 你怎么从经济上的表现 包括台股超越港股 这样的黄金交叉 除了给外资 还有这个经济上的 强化指引作用之外 怎么从经济数字的表现 来展望台港两地 现在看起来是整体 完全截然不同能命运呢 魏比舟先生 我想第一个 我们对于这个周婷 周婷女士 我们真的要这个 地以最大的祝福 年纪轻轻的出来念书 现在有家归不得 这个政治上的因素 那么这位女孩子 将来就是一个人 要在这个玉乡 独自闯出自己的一条路出来 这个是非常做出这样的痛苦的决定 那为什么呢 这个整个经济 整个政治的环境所造成的 这点我想是不光是周婷这样的 还有好多其他的 包括黎智英先生等等这些东西 那这里看得出来 就是整个香港在改变 整个香港改变 我们这个从海外所认知的香港 现在完全不是我们所认知的香港 这个香港已经变成是 已经变了五花大榜了 对中共从国安法开始 各方面的平花大榜了 而且是戴上口罩 不准讲话等等这些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香港 不是我们以前认为的 这个风华绝貌 绝世佳人 或者是东方蜘蛛这样的 这点大家必须要摆在心里头 看这件事情 好了 那你现在看这个 台湾跟香港差别在那里 当然主权是一个很重要 另外一个重要的自由 也没有自由 你们完全没办法做这些事情 我们现在看不到香港的 好看的电影 好看的这种歌曲 好看的这些事情 我们看不到 为什么原来香港 是有一个绝对创作自由的地方 那么现在看得出来 整个香港是已经被绑到 被吸尽到 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的运作方面去了 所以他自己本身 没有最大的自主权 他所有的权利 包括他的议会的选举 因为中共现在非常担心 如果老百姓又选出一个 他们不能够控制的 这个议会该怎么办 所以他非常担心 所以他背后还要继续掌控 包括特首的指定 包括每年去做报告等等 这些东西 他都必须要做提前的防范 你既然提前防范 那么香港就一般的保卫性 他的创造性就没有自由 完全没有自由 这跟台湾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香港的组成 包括他们说过 有三大部分 到现在也许有四大部分 包括从49年过来的人 包括在49年之前 这个港英统治下的人 还有包括这个六几年以后 逃难过来的人 反共文革逃难的人 还有最近 最近有钱人搬过去香港的人 这几个人 为什么要去香港 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那个时候大家认为 香港是一个自由 相对自由的地方 现在还可能还有一点 因为最近我看到 我有些朋友 把钱想办法 凑合香港转出来等等 他们认为那边 还有一点点自由 那个自由就让大家赶快跑 赶快跑 这样子的自由 一旦这条路丰富的时候 那香港跟大陆是一样的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如果觉得香港还有能够投资的话 那就去吧 那这个投资的结果 现在我们都已经看到 所以外资都跑掉 那外资如果都跑掉 中国大陆本身内地的工作 那为什么还去香港去呢 所以这个情况是这个 只能说台湾是未来新的项目 好的 刚刚外币周先生 这个外资都跑掉 刚刚有一位网友 他这个评论很有意思 我念一下 然后最后请两位来宾 很简短跟我们下半场做个总结了 一片三十六 他说八年来坚持住这个台独党 刚刚换来了习近平承诺 近期不攻台 换来了台股超越港股 都没砸锅 就不需要换灶 菜归赖随 习近平会发现 东边的台湾现在升起来 西边的中国降下去了 李教授他其实用的是 当时这个习近平讲的 这个东升系降 那换了个说法 因为这种刚刚提到很多 包括这个人民币 现在在一类一路之后也起不来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国安法内支出走外资不来 会避原恒大事件 不断的爆雷 看到现在台股超越港股 是不是真的像习近平说的 东升西加 那东是台湾 西边的中国降下去呢 很简单跟我们做个下半场的总结 跟回应吧 李教授 我们希望中国 不要变成西朝鲜 而是变成西台湾 所以 香港的这个被中共打压以后 香港人年轻人到处到全世界去 就像精灵一样 虽然很 让我们感伤 但是他们发挥的力量一定很大 让全世界都 觉醒 而且中国白纸运动以后 很多中国年轻人到海外来 这也都是未来中国 发展很大的力量 台湾的话 年轻人也很重要 刚才魏先生也讲了 我也很赞成 就是我刚去美国加拿大 一个半个月 我发现在加拿大美国 哪怕是餐馆的那个小费 他们年轻人就位都很高兴 很棒 这一点台湾 还是相对低薪 所以台湾还是有很多问题 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问题 我们还是需要改善 而一个国家 最后年轻人真的很重要 好的 现在我很 运动 李教授 那最后魏先生很快跟我们谈一谈 怎么看网友说 这个现在这个台股超越广股 是打脸了习近平的东升席将呢 很快30秒 跟我们做总结 对 就看这个疫后 这种表现来好了 现在的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 在香港到底走得通 走不通 如果走不通 就要赶快去想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 往这条路来走 那么习近平如果答应 中国老百姓 也许他又要花整个十年 让大家一起吃苦 然后中国才能够走出来 一个所谓的道路 那好啊 那大家陪他一起去货 当然事实上不可能这样 因为台湾摆在这边 情况下 你走这条路 台湾自由民主经济 这条路是正常的 是合理的 老百姓都可以 都可以想 不是可以改善 是有选择的 那在香港 你现在没有选择 没有办法改善 那怎么办呢 你只有随着这个 随着这个大潮一起走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魏碧州先生 还有李友谭教授 两位的精彩点评 感谢二位 也提醒我们听众 嘉宾在节目中 发表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很漂亮 谢谢大家